迎接农历新年有不少家庭都会开始大扫除 不过对独居长辈来说恐怕是吃力也忙不过来 所以男子驱公所开始了岁末关怀行动 带着替代艺男走入了社区 和志工们一起为独居长辈们家里除就不行 独居长辈家中帮忙除就不行 打扫拖地擦拭窗户家具 任何小细缝都不马虎放过 因为我本身其实就是眷村的小孩子 那我其实我刚刚来看到北北的时候 其实还蛮心疼的 那我平常在家里其实就觉得 因为我父母 我爷爷奶奶大概跟爷爷的岁数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来这边参加觉得 我在这边学到还蛮多的啦 就是可以帮助社区做一些回馈的动作 那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活动可以多多参与 然后让我们会有很大的体会 就是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一些独居老人 然后他们就是觉得 他们自己就是一个人生活都没有人 就是可以都要关怀 然后我们帮他们来扫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得到就是尊重关怀这样 他们就会觉得还就是蛮卧心的 然后我们自己做这些东西也会觉得 对就是我们就是觉得很感到 开心对对对 还好几位大男生都有做家事的经验 分工合作不一会儿就把这位84岁的万美杯家里 整理的干干净净 除此之外也结合社区志工进行访试关怀 陪老人家聊聊天 很感谢这些志工也很感谢这些替代艺的年轻伙伴们 还有感谢科长还有区长们大家的关心 让我们这个区我们这个里能够很温馨的过一个很好的年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跟社区的大学做结合 包括高雄大学还有素德科技大学 那还有加上我们本身的员工跟替代艺 那么在我们南子区几个里 我们特别找了十多户的老人家 大部分都是独居老人 那都需要帮忙的 那我们结合了里长还有里里面的志工 那一起来帮老人家能够帮他把环境整理一下 做一个除旧不新 加上区长施维明特别带来的各年伴手礼 祝福独居长辈假巴黎 更让他们提前感受到了过年的气氛 港东新闻志许富天采访报道